接下来的新闻镜头 带到台东县的南回地区 发生了这两起的社会案件 我们请记者来告诉大家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辆义影车卡在中央安全岛上 这是7日晚间23点24分左右 大午分局接获民众报案 在台11线177.2公里北上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警方立即到场管制疏导 经过了解 相信民众驾驶义影车载运炉石粉 经台九县由南往北行驶 不明原因自撞中央安全岛 占用南北向内侧车道 所行驾驶并无受伤 经九侧也无饮酒情形 至于详细肇事原因 有待大午交通小队调查处理 本分局7日晚间23点24分 许于台11线177.2公里 北上处发生交通事故 远景或报告立即到场管制疏导 细消息车驾驶 不明原因自撞中央安全岛 所行驾驶无受伤 经九侧义无云九的情形 现场于5点10分许 排出事故车辆并清理完毕 恢复正常通行 令月8日早上6点58分左右 美和派出所远景巡逻时 在台九县378公里处 发现一辆失窃张车 想要拦截时 车辆却加速逃逸 远景立即开启警示灯 民警报器 并通报线上警网 拦截围部 二嫌犯沿台九县往南逃逸时 前进大午街与流女骑乘机车 发生擦撞 导致歧视受伤 接续又在台九县419公里处 南下车道 撞击张信重机车歧视 警方立即查看伤况 并通报1919 嫌犯则一路往屏东方向逃逸 最后由屏东陷警局协助拦截围部 并联合方疗分局 一切到杀人未遂及公共危险等罪嫌正办中 该部汽车就加速逃逸 远警立即就开启警示灯 民警报器 然后尾随其后 并通报线上警网 拦截围捕 行经大午街跟流女所骑乘的 机车发生差状 自机车驾驶受伤 风险 在造势后 驾驶车辆持续 逃逸又于台九县419公里处 南下车道 故意重击 张信重机车 持续加速 往屏东方向逃逸 在8点30分的时候 访疗分级加装分数所同仁 在内补乡中正路 324号前就拦户该险 那本分级联合访疗分级 就依缺盗 及杀人未遂及公共危险队 在侦办当中 这话说罚网亏亏 数额不漏 警方都会在辖区内安排巡逻前务 民众切无犯法 否则将接受后果 而大午分局也呼吁民众 行进南回路段 务必注意车前状况 遵守交通规则 维护用路人行车安全 这讲解太麻利想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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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